马来西亚城市地区的华小学生 长期面对书包过重的问题 书包过重会对学生身心造成潜在的影响 不容小觑 你知道吗 一般上小朋友的书包重量高达9公斤这么重 那专家也曾经说过书包过重 对于正在发育的小朋友呢 可能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些损害 如伸展板软骨发炎 或者是背部神经损害等等的问题 但是吉隆波运的华小就想出了一个妙计解决这项问题 没错 妙计就是在客室里安装储物柜 除了可以减轻学生的书包重量 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校方会在每间客室安装一套三个的储物柜 共48个储物格 但是这样一套三个的储物柜呢 就要耗资2400令吉 全校共有45间客室 再加上安装费用就大概必须要花费12万令吉 好在家教协会与校方全力配合 积极筹款才成功推动这项计划 在今年的会员大会的时候 这是有家长要求家协能够在每间客室装设这个学生储物柜 然后我们也会在今年的11月5日 就是进行一个庆史一卖会 继续为剩下的总共45间的客室装设这个学生储物柜 在客室安装储物柜 解决学生书包过重的情况以后 校方借职也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那么安装了过后呢 学生开始的时候 他会很新鲜 很喜欢 但我们有做一些路 让他知道在每个星期五的时候 他就要把功课拿回去 他要把复习的东西也拿回去 所以孩子们都很珍惜 也很照顾自己的那个数据 也把给他的钥匙也是放好 每个人都会算算key钱 家长让我开始feedback知道的是 孩子们很开心 因为他来上学的时候 脱书包上二楼的时候 他不用再觉得要帮孩子拿书包来学校 往年以前还没有有书柜的时候 家长是帮忙孩子拿书包上二楼 因为地确是很重 那么有书据了过后呢 家长已经减少了很多这个问题 也不需要进入学校 所以孩子可以自己拖着书包来上学 目前校方正逐步安装储物柜 预计明年开学就能全面使用 炮新闻 朱惠敏报道 recherche 每天我也看到